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看我每天的收视帖子早点收到 或者想看某些资讯 你可以去Patreon支持我 其次我还有一个免费的Facebook private code 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东西又想早点看 或者想收多些我的资料 或者我发放的资讯 你可以去Facebook去加入我的 private code 其次有没有再贴近点的事? 有的 就是我会有两个谷 那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每日数据分析 每日即使数据分析 中间有很多数据 甚至有时会给大家一些即场的烟石 另外就是每晚我都会有另一个谷 就是其拳盘牢仓位解读 主要是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户做的什么策略方向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在YouTube下面有留言 可以登记 或者有一条链在那里 有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PMO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个星期的每周大使分析 欢迎大家回来 奇拳大叔每周大使分析 今天是2022年12月18日 开始前让我买一个小告吧 如果你第一次看这条频道的朋友 麻烦按下订阅 最好按下订阅小鈴 如果你觉得这条影片做得好 麻烦按下订阅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记住分享给多些 如果你觉得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快回答你 长话短说 我们先看看周线 看周线的形态之前 不如我先讲一下数据吧 这个星期的高位是198 59.75 比上星期低了66.73 低位是1913 0.53 比前一星期高了33 0.72 换句话说 这支是内困 但这支内困得来 就出现了一支阴重 待会再讲多些 另外波幅来说 这个星期比前一星期少了 少了397.45 只有729.33的波幅 全星期下跌了450.2 如果以周线图看趋势法则 现在在第四阶段 持续下跌 前一星期出现了第一个 转星讯号 这个星期是预期中的回调 因为上星期也说了 第一次转星 而上升讯号不够力 相信它要回到 在阻力位之下 先游走一轮 暂时阻力位是多少呢 1971 5.51 即是这个星期的上方阻力位 现在来说 需要在下面游走一轮 会不会这个星期都在这个位游走呢 我相信机会不少 但会不会 顶一顶穿上去呢 又不奇的会穿上去 但未必会收到在上面 不过在假期后出现了一个突击 它夹仓 都不奇 因为基本上现在来说 仍然有很多仓 尤其是这个星期 因为比较上这个星期 做了一支阴烛陀螺 和一个横行区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星期其实有点顶顶的意味 所以会比较多的鸡 但我相信 还未跌得住 因为太多鸡 那 屎就更加不应该跌 或者还要夹多一口 夹走鸡 那屎才会叉 好了 继续讲完的数据 这个星期 上阻力位是1971 5.51 好淡分界线是1971 18.82 下星期的周线下方之前是1859.81 来说你会说 咦 那都有千几点 其实那星期千几点 又不是很过分的 讲真一句 还有一样东西大家要留意 就是下面这条蓝色线 这条 这条就是 北规则头肩第一量度跌幅 如果没有记录是第四段 有没有机会挑战这条线呢? 下个星期是有机会的 不是很低的 这条线是多少? 18770.54 所以大家要留意 大家要小心 好了 我来说一下周线图 其实基本上 你看到 MACD 原本是 连续四个星期吹上去的 如果计算第一个星期的 黄金交叉 就五个星期 这星期缩了一点 有缩减的迹象 但是 幸好RSI仍然向上 但RSI太强了 我觉得有点过强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下降通道 因为这周出现了一个回调 而又突破不了上星期高位 如果能够顶一顶穿都可以 换个下降 就变成下降通道 就会延伸了一条新的出来 另外就是 下星期下降通道 顶是19635.11 看看能不能够 冲上去站稳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看 其实都很接近的上载位 都是得谷 差不够100点 大家 自己留意了 不过这个星期就小心点 因为 未来的星期就应该 开始放假了 因为 胜下节就到了 港股仍然有五日市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不过 我相信市场气氛会缩减了 会弱了一点 暂时来说 以周扇图 都在做准备突破的形态 未能够完全成功 但是一样 都说过 他的阻力位 他需要多次挑战阻力位 尤其是 除非接下来一只大棍冲上去 否则他仍然要去多一次 去尝试阻力位 最少 甚至乎三次 那当然有多少次呢 市场告诉我们 暂时起码一样 我相信 未来的星期 都仍然会在下面 或者19715这个位置 下面 徘徊一轮 或者会落心一点也不期 甚至乎他 会不会19770呢 这一点也不期 到时再说 暂时来说 周扇就说完了 不如稍后讲一下日线 有没有多点啟示 稍后见 好 回到日线图了 我们讲一幅图之前 不如先讲数据吧 成交方面 这个星期的成交比前一星期 减了不少 减了30.841% 平均成交只有1321.69亿 相比前一星期 就少了589.39亿 其实 已经 成交量 打破了两星期 前两星期的增加 这个星期的编减 即是刚才也说过 前两星期的指数上升 这个星期下跌了 而且这个星期的成交也下跌了 小心点 即是缩成交也可能是第一个下跌的 提示 或者是手影 下一个光阴转角日 就在12月19日 另一个在10月21日 两个来说 都在这个星期出现 19日即是星期一 21日即是星期三 其实这个星期也挺波动的 拳仓方面 上面阻力的位置大约在20000左右 最近的阻力位置 第一阻力位置在20000左右 下面的支持位置 最近的阻力位置在18900左右 趋势头发生里面 仍然在第一阶段持续上升 日线不是周线 跟周线有点相反 另外 它的技术指标来说 仍然是持续上升 星势还未完 不要以为跌了几天 是不是真的完了呢 不是 基本上 星势还存在 下星期的日线分界仙 1930 1.33 日线的很大分界线 看一幅图 图你已经看到了 我画了一个横行区 其实这个横行区也横行了 差不多上半个月了 基本上差不多上半个月了 其实都是在这个横行区 上完去分下来 尝试过上过两次 又分下来 最重要的是 绿色这条线是一个很重要的阻力线 这条线 他尝试了两次 都未上 未能够正式期运在上面 而且就算第一次升上去 虽然那是第一个讯号 但是上升动力不够 现在等下一次上升 要大棍一点的动力 再者 现在的MACD 就出现了两天的下跌 小心 相信未来 继续 4月1 19日 都会出现下跌 而且 因为会承受 这段浪继续下走势 现在是这段下跌 现在来说 这段可能是第四浪 有机会是四浪 或者这么说 除了四浪之外 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除了四浪 这个有可能是转了下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回到之前 在11月10月底 低位 14500左右 就开始上来 除了A 第一个浪 我叫第一个浪 不要叫一浪二浪三浪 因为 数浪我经常说 马后炮 没办法 他真的要马后炮 我没办法 这个是第一个浪 A,B,C,D,E 好帥 五个浪齐 接着是回调 A,B,C 再来一个 A,B,C,D,E 这里就是 一浪 一浪 二浪 三浪 会不会是四浪 五浪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绝对有机会 也有可能 会不会A,B,C 完座 即是说 这个是回调浪 从下跌走势里面 做一个反弹 A,B,C 完座 之后 现在 这个是第一个下跌浪 A,B,C,D,E 这样下去 不奇怪 即是说 现在向上 这个可能是四浪 亦可能是下跌的一浪 不敢说 通常下跌一浪 没有那么小 而且 现在还没走完 如果真的下跌一浪 这个就会A,B,C,D,E 换句话说 接下来 究竟有没有 看看什么时候 打穿了B 这位 这位 转转了 这个形成了四浪 接下来 下一个五浪 但是 暂时来说 我觉得 他未有足够条件 向上冲 这个位置 你说会不会 下去 A,B,C,D,E 这样下去 变成新一个 A,B,C,D,E 1,2,3,4,5 下去呢 数浪 刚才都说 真的要马后跑 所以 等他出来先 我们怎么看 首先 我们 看看 究竟会不会穿 D的底 19792 其实来说 要确认 他真的要穿 下去 变成 1,2,3,4,5 向下的话 起码第一个 真的要打穿 这个A浪 开始了 这个就很低下 16791 所以 暂时来说 就未能够 确认 他是不是一个 已经完成了反弹浪 开始转入另一个下跌浪 但是 如果这个不是反弹浪 就变成要行A,B,C,D 不 应该这么说 1,2,3,4,5 我觉得以形态来说 似是1,2,3,4,5 因为你一日未跌穿 这阵底 一日未能够确认 他没有5浪出现 就算跌穿这两个 都有机会出现5浪 因为最重要的是 有没有打穿这个底 如果穿这个底 那就完蛋了 但这个底很远 16,700 现在 1,9400 1,6700 大大说 2,000多点 要确认下去 要2,000多点才可以确认 如果我不确认 这是一个 重新一个下跌浪 不如就计计 我们想着一个上升浪 上升浪 现在中间做一个回调 A,B,C C可以再低一点 C可以再低一点 低多少呢 到时再说 所以我相信 星期一会再低 会继续下跌 未来也可能在这儿 弹下上下 不过 他未必可以一级高 只要他一顶低於一顶 一底低於一底 其实也是在衍生这一段 C浪 衍生完之后 衝上去 小心 如果这样想 有机会 在假期前后 就出现一个新方向 大家自己 小心 还有 大家以为放监 没有什么做 其实千万不要觉得 这些时候 才没什么做 这些时候才是最危险的 大戶就趁你不工作 我就是工作 再者 如果你说 如果 现在来说 15号 某程度上 他们已经卖了单 他们要15号打后 他就跑明年的数 15号前 就卖了单 即是今年 结了馬数 赢了 赢了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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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四千五 上到那一万九千多 你怎會不贏啊 怎樣都贏的 多贏少 這個都不少的啦 你大謊說升了5000點 哪會少啊 問題就是他究竟何時會走完那一段 還有現在他應該在部署 接下來一月份或者明年走勢 給大家一個提示 我相信第一季不會這麼簡單的 第一季的波幅不會少的 因為我已經見到某部份的手影 在第一季上 而第一季的手影做到 是一些大波幅的策略 所以大家自己小心 也這麼說 如果我做衍生工具的 大波幅很壞嗎? 不是啊 絕對是好事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有利的 不過記緊不要站錯邊 如果你要問我 什麼時候拿上去呢? 講到我的習慣 你不突破 我不做事 還要你突破 是一些我覺得你有力的突破 才會做 現在來說 先打遊擊吧 每日回來 看看走哪邊 就撿哪邊 其實基本上 過去兩天都蠻好撿的 為什麼這樣說 星期四 我現在出了一個號外 星期五出了一個號外 星期四做了一個周拳的結算估計 他絕對有我預期之內 由夜晚 我九點前出了一個Post 說到周拳結算位置 他就朝著方向走 走完回來 又走回來 其實他已經走了三轉 不過問題就是 看你吃了多少轉 我就吃了兩轉 你吃了多少轉 那我的屋友應該都吃了幾轉 只要知道了 人家會怎樣走 人家會怎樣做 你想怎樣做 就怎樣做 我們是搭乘風車的 想收到多些資料 或者資訊 沒辦法 你就要記得訂閱我的每日數據 每日即時數據 或者拳倉盤 拳倉盤 更加多資訊 有這麼說 如果有看我的Facebook 我也有說 星期四拳倉盤很精彩 為什麼這樣說 人家已經畫了 12月下半個月的藍圖 是怎樣走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如果想真的知道 沒辦法 你要訂閱拳倉盤 你才能看得明白 究竟下半個月 人家會怎樣走 會怎樣走 我看日線就差不多了 不過想說多一句 接下來這個禮拜 我相信 都會有機會先低後高 究竟是星期五出 還是再過一個禮拜 假期回來才出呢 暫時都不知道 要看著中間那幾天 那些倉盤怎樣建範 不過我會覺得 接下來一個禮拜 應該有機會先低後高 也有可能 還未爆上去 我覺得可能要拖多一個禮拜 不過 你記住 小心 他會 在假期後做事 再說多遠一點 就是一月份 不簡單 第一季更加不簡單 我剛才都說了 已經看到他鋪了第一季的手影 是怎樣 要算下去第一季 是怎樣走法 算不算得到呢 算得到的 不過留在一月分享會 再和大家分享 想知多一點 記住去訂閱拳倉盤奴 這是最多資料 第幾次 每日數據分析 如果你說拳倉盤奴 我不懂拳 那就數據分析 再者 你說 我連 我不炒Day Trade 我不是經常入場 不要緊 只能看 可以訂 一月的分享會 因為你會知道很多 又分享多一點 給大家 有同學問我 11月底 轉倉盤奴 究竟是怎樣 因為某程度上 我在11月底 一轉完倉 我已經出了報告給 10月 1月分享會的朋友 他們應該收到 拳倉盤奴 不怕現在說 因為為什麼 走遠 人家早就走光了 基本上 11月拳倉盤奴 所謂轉倉 12月是一個淡倉盤奴 目標是169XX 實際的數字 不太記得 你有沒有記得 在結算前一天 即是說 這一個位 這一天 人家已經下去了 其實人家轉倉 在哪裏 在這裏轉 人家下去 吃了 然後反手拿上來 嘩 肥到 這樣拿上來 不要說到這部分 到這個位 都不得了 都192 後面那些 放軟手腳 不做也行 你想想 所以 你一早知道 人家轉倉是什麼 你就可以做事 還要看多一點 我同學問 是否整個12月 都是那個Range 人家已經吃了糊 人家在11月24日轉倉 11月28日已經吃了糊 你說 那附圖 裡面說的數據 還有沒有用 你會說 那是12月的分享會 其實 那附圖 我在11月24日 數完 看到它轉圓倉 我做了分析之後 我當晚已經 即時分析了 如果早報名的朋友 就可以看到 亦部署了他們的策略 你說 很遲才博 那沒辦法 人家都已經吃了糊 那你沒辦法 譬如 很簡單 我現在告訴你 12月的仓做蛋倉 你現在還在拿著蛋? 還在看169? 不要玩了 人家已經吃完 上來 上成3000.5劑 還在等? 不能說等了 好啦 日線就說完了 接下來的星期 都已經說過了 有什麼資訊 有什麼資料 大家可以 應該收到 應該要收到的東西 都說了 那 稍後回來說一下 下星期的特別日子 稍後見 好 回到特別日子 下星期 恒指 只有22日 一日 期指 比較多 19日 20日 22日 即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四 記住星期一 行了一半 大家自己小心 國指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上證有兩日 星期三 星期四 道指 三日 星期一 三 四 S&P500 四日 一 二 四 五 納子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五 眨眼看上去 也能看到 22日 即是 假期前夕 一日 大家小心一點 那天可能會有些 有些景色 因為你想一下 一件事 23日到假期前夕 大家都沒什麼意欲入市 所以可能 22日已經完成了 我相信 成交下星期都會縮 因為 入市意欲會低了 但是 你不要以為 成交縮了 入市意欲低了 屎 就沒有東西玩 有波幅 一定有東西玩 屎乎 這是什麼工具 好 我們看看 吹西流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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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子、角子、科子、上陣 甚至乎 道子 都是第一階段 不過先說一下 恆子、角子、科子 先說一下 恆子、角子、科子 仍然是有上升動力的 雖然你說 這個禮拜 還行了整個禮拜 還要以周線來說 下降了 縮了 不要緊 動力仍在 所以 暫時第一階段 不要 淡的心 不要太重 有淡 不要緊 你問我有沒有 當然有 因為他要回調 如果你現在做四浪 或者是一個回調浪 下來的 下跌浪 怎樣都要回調 他一日未離開第一階段 你都不要那麼重 我會這樣說 可能這個真是回調浪 回調完四浪 上次出過五浪都不奇怪 五浪 沒有人知道 不過 所以第一階段 仍然有上升動力 所以 不排除 這個是一二三四五 向上的 好 上陣 上陣 上陣來說 都不弱的 暫時來說 第一階段 都是有動力向上的 道指的第一階段 道指第一階段 就不能同日而與之 為什麼這樣說呢 道指第一階段 就已經接近要跌到第二階段 弱了很多 美股擺明又弱了 也這麼說 上星期 美股三個指數都第一階段 你想想 這個禮拜 道指第一階段 S&P500第二階段 納指還不需要第三階段 你想想 即是說 其實市是弱了 美股是弱了 還要納指弱得很快 已經由第一階段 跳到第三階段 所以 小心點 第三階段是什麼呢 雄市入口 隨時回到去 不過這樣說 我相信 未來 美股仍然會大波幅 還有 美股未來的星期 我覺得會是一個整固 整固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 美股第三個星期 已經做了一個 某些期權的結算 和某些期權 新的那段的開價 但是 倉仍未定的 看看 接下來這禮拜 是怎樣鋪的倉 所以 接下來這禮拜 都會有一個整固期 或者一個建倉期 所以我相信 可能會大波幅 不過 指數來說 可能都不會特別跌得很多 或者特別升得很多 我覺得是一個大波幅上落市 如果想知道更多 留意 星期一 美股分析 好了 這個禮拜就差不多了 不過 想提醒大家 剛才都說 下跌 大波幅 市 如果你問我的市 是不是進入牛市 我又沒有這麼樂觀 我不同 其他人 現在進入牛市一期 首先兩樣 牛市一期 有馬後炮 為什麼這樣 你真的看到二期 才可以說前面那期是一期 所以 都走了 但是 我又不覺得牛市 現在是牛市一期 因為純粹看所有 經濟上的東西 我不覺得 現在已經準備好 美國都沒有加息 不要以為 美國 這個月加0.5 就代表 開始縮不再加 或者 接下來很快地 就會進入 減息周期 不要想到這麼輕鬆 我覺得這個 太過奢望了 我相信 接下來 仍然會繼續加息 起碼加上2023年 你想想 還有一年 會放在高息環境 市值升得多少 所以 是不是牛市一期呢 除非這麼說 這個牛市是很漫長的 這個一期 跟著二期 三期 都是很漫長的 我沒得說 但是 現在來說 我不要管什麼期 是不是牛市 不要想 總不知 接下來 上上落落 如果你要捉緊 上上落落 就要選擇好的工具 旗子 旗拳 是其中一個工具 旗拳 如果你懂得運用 它有很多變化 很多花式 可以做到 可以幫你 在一個大波幅 沒有波幅 平靜的環境 都可以產生利潤的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留意下面的報名表 因為下星期日 會開旗拳基本班 是今年最後一次 你說下一次什麼時候 有可能是2023年7月 到時 另一個世界 到時你才會去學 會不會遲了一點呢 好 如果對旗拳有興趣的朋友 而又不是很熟悉的 麻煩去下面報名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 或者直接PM我都行 好 這個禮拜差不多 下星期再和大家 每週大事分析 下星期見 拜拜 下星期見 我會想念